首先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伙子 这位小伙子说 她是渣男的克星 要是她能自己自称是渣男的克星 还是挺让人期待的 是吧 尤其是电视机前年轻的女性朋友 对 我们特别留意一下 她到底是怎么克住这些渣男的 好 来 掌声有请这位小伙子 全场赞 大家好 我叫王小伙子 我来自吉林省苏来市 我今天二期 我的爱情学院是 不求套路得人心 饭求珍惜穿真心 接下来16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小伙子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王成祥 今年27岁 我家是吉林苏兰的 我父母是存母的农民 家有两场地 身后就是我的家乡 叫洪盛村 我现在在沈阳 做金融产品 还做二手车销售 我现在也比较着急找对象 为了找对象 于是我通过网络上来找 我下载了默默和探头 希望能在上面找到一个女朋友 但是 我发现这里面水太多套路太深 姑娘们你们千万别在这里面找对象 因为你们根本分辨不了渣男是怎么玩的 他们会用各种套路去跟你们聊天 也由你们上口 跟你们聊的同时呢 也会找其他人去聊 我觉得网络上找到真心的比较少 所以我不想通过网络去找 三号鸿曼 短片里边说探探梦梦 警告我们女嘉宾最好别玩 然后告诉我们防止渣男的 是不是你这些套路 跟这个女生聊 又跟那个女生聊 再跟这个女生聊 你是不是以前就这么聊的 聊来聊去 谁也没聊成 最后你总结了 玩这个的基本上都是渣男的 是不是从你自己深深总结的 你看 这女生的想象力 都是自己是编剧啊 一步一步推 都推到你身上来 非常的有妄计啊 对对对 你跟他讲讲是这么回事不 实际是这样 这个我也是通过身边的朋友啊 同事知道的 因为他已经 以前跟网上也是受骗过的 所以说他跟我讲过这方面的 因为现在就是很多网上 就是冒从富二代啊 去骗小姑娘啊等等啊 那么好骗的吗 说富二代你就相信啦 因为现在网上有这个 就是专业就是那个包装的 就是来这个骗小姑娘 就骗小姑娘的 对 他们是有一套程序的 咋骗呢 比如说像那种就是 装富二代啊等等来包装啊 或者是欲擒故纵啊 因为小姑娘嘛 欲擒故纵是咋使劲呢 就比如因为他愿意女生嘛 愿意喜欢被追嘛 然后呢 男生会不会来套路 一般都是欲擒故纵 可能前几天跟你说的特别好 但是后期呢不跟你说话了 女生就会主动的找他说 然后呢 然后呢 这基本上就是女生 基本上以前就是 可以说上钩了 上钩了 对 然后呢 然后呢 他就基本上就是 一步一步去套路嘛 比如说网上约啦 见面啦等等 约完了 约完了 然后呢 你了解的有点过度了解了 你是不是接触过 你自己想那么整过 太明白了说了 真的燕子姐 我头一次听说这么明白的 可能别的男生明白 人没说出来 但是你一说出来 我觉得挺长见识的 之所以说你是渣男的克星 就是说你熟悉渣男这些套路 小切是这么认为的吗 二号 那个小伙儿 你在那个玩这个软件的时候 有没有跟哪个女孩 聊得特别火热 然后最后不聊的时候 我这个软件实际说上 我还真没怎么太玩这个 也是通过朋友觉得被骗了 我觉得咱晚上找到 真心的比较少 所以说我就来到咱们节目组 我觉得这个节目组 还比较好 谢谢 我觉得今天节目里 既然小伙儿都自称渣男克星了 咱有必要给渣男一个定义 尤其是年轻的姑娘们 擦亮眼睛 怎么能识别渣男 所谓渣男 记住了 就是只图自己快活 不负任何责任的雄性动物 请原谅文哥 不能称之他为男人 好啊 这是第一个短片 我们初步的了解 来看第二个短片 性格我喜欢女孩有点小脾气 平时生活里能一起疯一疯闹一闹 而且生活里我有点肉 所以有点脾气的女生可以管管我 我喜欢女生穿衣有品味的 比如说穿修身的牛仔裤 或者是膝盖以上的裙子 这样都会显得她腿长 身材比较好 我目前在沈阳工作 打算以后回吉林定居 想找一个吉林省的姑娘 这样能离双方父母近一些 所以我在沈阳没有买房子 现在目前有一台车 8号 茉莉 小伙儿 看你对女生的着装还有要求 你是很注重服装搭配吗 我觉得女生穿衣服 还是有自己的品味就好 看一下8号的衣品 8号往外站一站 看看8号的衣品 我觉得这个在我的个人审美 我觉得有点过 为什么呢 怎么个过法啊 就是可能露的有点多吧 我露呢 我就露了俩胳膊 8号 我觉得茉莉我跟你讲啊 可能燕子姐也是年龄比较大 在我这个角度 你的灯箱在旁边一摆 你前面的麦克那个 那个红翔主页往前面一挡 从我这个角度 你上身几乎就 没穿衣 嗯 就是 就是比较朦胧了 就上身 我的穿衣风格 我就浮夸 Bling Bling 唱浮夸 出门逛街向走秀 这个就是我喜欢的 哦 对 这个是有自信 我喜欢啊 11号 光娜 1号我的装装算是 符合你的要求吗 还可以吧 怎么这么勉强 还可以吧 还有什么不妥我的地方 就是不行是吗 就觉得穿的还是 就是一般吧 我觉得就是 还可以吧 在我印象当中说可以吧 就是太行了吧 不能说太行了吧 必须得说好看 是吧 能换一种表达吗 能换一种表达吗 就你看你刚才11号 那么美的出来 还行 回去了 你也别说我都伤心了 对啊 就是你是 你是真觉得 这个还行 在你的100分当中 能打多少分吧 90分以上吧 我性格就是 他刚才说还行 是不是感觉都60分以下的 对 是吧 你看所有的女人 你看那边大姐都这么点头 是吧 我也是这种感觉的 你说啊 还行 小伙子有点不解风情 对 你知道啊 在一个女人的眼里 男人的话 你不要就话而分析 你说的还行 在女孩的眼里是长不好看 对对对对 就哪怕他穿的没有那么好看 你也要假装眼睛奋光 嗯 来16号文思 小伙儿 那你看我的行不 这个我觉得还行吧 挺好看的 然后 就是像那种小公主 那种 小伙儿 你说还行吗 谢谢 我感觉心里好暖 这才是暖男 刚刚那种不是暖男 小伙儿 小哥哥 哪种不是暖男啊 就是对待 十一号的 嗯 对 对待女孩子 无论你喜不喜欢她也要很温柔 这样才逃女孩子欢心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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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内心当中澎湃吗 他刚才跟你交流的时候 内心当中澎湃吗 啊感觉挺澎湃的 啊对 但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 是啊感觉就是没感觉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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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觉啊 对就是感觉 就像那个滚刀幼似 为啥姑娘们这么说 小伙儿啊 你是把异性交往当中的大忌全都犯了 没有他 他绝对不会犯渣男的错误 你看看 对对对 有时候做男人吧 也真是 就是猜姑娘这心思 咋猜也琢磨不透 咱说那些渣男啊 你说他们有时候为啥能得手 他们就能琢磨透 能懂女人的心 你说是不是 嗯 嗯 所以渣男都能琢磨透 我在想啊 咱这些好男生 好男孩 你们更得琢磨透 因为好男孩 就应该大一个好女孩 这样俩人才呸 对不对 对 哎呀反正我觉得 你今天是没法来 就当上一课吧 好来 冤生天使兄弟 好 我们没有走到一起 哪怕如果年一步 不忘记 我以为谁进行